超过你的想象 我要告诉你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情告诉你 日本这是放到大海里的 是河 污 水 这啥意思 那就日本十年前的超紧海啸地震 把这个原子能发电站的核心部件 整理了 核卵料新落了 瞬间造成高温 实际上要爆炸 那就整个小日本这个岛都没了 所以它也激进全力 用大量的消防车 高压水龙头 拼命降温 让它温度下来不要爆炸 经过很长时间 超级巨量的水 把温度控制起来 没有爆炸 对日本人来说是万斤 要不这个岛就没了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是 因为这个水就浇在 这个核卜瘦的材料上了 那你说这个水里 含有多少核能量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叫核污水 非常危险的水 好 第一告诉大家 它这个水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个事实要告诉你 要求科学知识 自然还没有任何一种 百分之百把被喝 不是污染过的水 安全百分之百把它排除掉 所以不可能 那么它某些人宣传的 说我已经出米了 净化了 不可以喝了 那喝你干嘛也放下去 那你日本人喝啊 谁敢喝啊 那你自己不喝也行啊 你可以工艺用水啊 他也不敢啊 他知道这个味 都不能用于工艺用 所以不需排除 所以他要告诉你的事实 他以为很聪明 我用那个管道 把它放到很远的海里 你以为它水是单向流动 你说一走又远嘛 地球跟月亮的 你今天潮水 潮起潮落 对吧 要潮涨潮碎 那也就是说 海水是来回运动的 哪怕往前三公里 后退两公里 它一定有一段时间 一部分河沃人的水 会回流到日本自己的海滩上鼓励 进入到日本的土壤 到日本的土壤里 都含有这么强的 放肆的元素的 你想想 你还敢吃日本土壤上 长的一切吗 根据我这么一讲 他就说 不仅是采产品 应该该是不能吃了 以后很快 它所有的产品 你都不能买了 因为土壤有污人 植物有些时候长进去 植物被动物吃的 动物身上也没有放进去 多可怕各位啊 所以我不是吓唬大家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的作用 我们作为个人 应该怎么保护自己 8月24号 日本在所有人 强力抗一下 把喉水拍向大海 我要从物理学教授的角度 告诉大家 它将造成的危害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